做的事情跟國際大環境 你看他們怎麼樣的做事的那種態度 那個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我會認為說 其實考驗病還沒有結束 未來可能整個的長期的走勢 就股市長期的走勢 就趨勢來講還不是很樂觀 所有的反彈我建議如果有股票的話 手上有股票的話 建議上再解碼 這個是我以前就在網路上 一再提過了也告誡過投資的 那至於 不過對選擇權操作沒有影響 王大哥說最討厭就是在盤整盤 對不對 所以說其實有方向其實是 對選擇權操作上是比較有利的 就對了 其實如果有方向的話 我會認為說選擇權操作真的是 他的獲利的空間會比較大 那很多很多投資人就是說 他們可能對於選擇權他們的一個 進場點或時間點 他們不太容易拿捏 那我就是我剛剛提到的就是 你可以少量的去 try 我會建議說一口兩口都沒有關係 就去試試看 先試試看 先試看長期以來 因為畢竟這樣的壓力跟成本不大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要培養自己的那種對於 報價的敏感度的話 就是每天去看 每天去看盤 那這個很簡單就是說 其實每天去看盤的話 即使你沒有去交 當然多少還是要有交易 比較會有那種敏感度 那每天去看的話 就好像你去看球賽 或是去欣賞藝術品 你看久了 我想即使不是專家的話 至少也會有相當的功力 你也可以可能也變成 像也許是寒家啦 或是說你有相當的功力 那這個我是覺得 是一個必要的 就是一定要花時間 你去看他的報價系統 那每天去做紀錄 這樣子的話 才會對於他的那種 全力金的斬跌 跟他的期貨的這個 他的斬跌之間的 他們的相關系數方面 會有更深一層的機會 那我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那其實多 聽剛剛王大哥這樣講 可能要去看他的報價 去去去感受一下 他的跳動 種種 那如果說是 多數的投資人 還是有 有有有有 工作需要需要 需要忙的 對那時間上他可能 沒辦法看盤 那回來也 回來不大 下班後 不會說完全沒時間 但可能頂多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可以看一下今天的行情 那這樣的人 適不適合去做選擇權的交易呢 如果是那種 不太有時間看盤的話 基本上選擇權的交易 他也提供了一些 可能比其他的金融商品 更好的方式 對 叫做他的 複試單 策略單 或是叫組合單 那這樣的單 就是說 他可能會有幾個方式 第一個的話就是 他是一種 在一種 就是 風險 他可能已經所在一定的風險 譬如說架差交易 我們舉一個例子 譬如說多多架差 或空多架差 那當然這個 他有部位的選擇 或是有所謂的部位的轉換 對 這個是比較深一層的問題 他會提供一定的這種 利潤跟風險之間的一個鎖住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他在某一個時間點 譬如說 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就是選擇選擇交易 他有一個就是 他 他的報價 他常常呈現的是一種 短線上是 長線當然他會比較規則 所謂的規則就是 他會根據他的隱含波動率 他的一個時間 會有他的合理的報價 但是短線上 他的價格跳動是極不合理 那我們就會利用就是說 他的短線的價格的跳動 不合理的情況之下 他可能已經經過了幾天 極度不合理之後 我們進場 這時候進場的時候 他的利潤可能相對比較大 那風險可能相對比較小 那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譬如說選擇權裡面有一個叫 時間價值的 因為很多投資朋友 他們如果有選擇權交易的經驗的話 可能比較 比較久一點的經驗 他們會譬如說 他可能就會去做一個 選擇權比較簡單的一個組合 當然叫做 樂視的買房 或是跨視的買房 或是樂視的賣房 跨視的賣房 就是 我們講白話一點就是 兩邊買 call跟put 對稱性的 對 不要說一個是家內的 一個是家外的 那這個就不對稱了 就會有偏多偏空 那我們又稱作是中性 就是你兩邊買 或是兩邊賣 那怎麼樣去做這個 譬如說 我舉一個例子 你要兩邊賣的話 不是兩邊賣 就是隨時你可以兩邊賣的 對 因為如果你去看外國的書 它有一個就是 你兩邊賣之後 我的書本裡面也有介紹 就是 它有部位轉換 可是在一個波動率極大的情況之下 你再怎麼轉換 可能一段時間下來 那個虧損都會很大 那只有一個情況 就是說 你可以去抓 譬如說它的波動率 一直持續上升 譬如說四到五天 這時候 OK我賣房進場 對 它不能無限上升 我舉一個例子 譬如說 這個禮拜二 三四 你可以看波動率 或是時間值 因為時間值 它就代表波動率 它是直接反應波動率的一個報價 是 那時間值的話 我們就看架頻 所謂架頻就是 你在五千八的時候 看五千八的 扣跟普特 跟指數的位置 同樣的位置 我們稱作架頻 它的權力金的總和 那在六千二 我們就看六千二的扣跟普特 就是賣權跟賣權 我就直接講扣跟普特 OK 那禮拜二的時候 時間值沒有摔 禮拜二的時候 時間值是增加 禮拜三禮拜四 是略衰減一點點 那今天又增加 也就是四天以來 時間值完全沒有衰減 對 那這個其實 剩兩個多禮拜 因為我們還有一個酸食國氣 對 放假的 那剩兩個多禮拜 它都不收斂 絕不可能 對 它每天都要收斂一些 那四天的時間 一直都沒有收斂 一直都沒有收斂 所以再來 一兩天它會大收斂 它的時間值會大衰減 這時候你如果去 塞高跟普特的話 對 好 就是 除非它是跳空 可能250到300點 大漲或是大一點 不然的話 通常來講 如果說它有漲跌 我們不會做一些稍微的轉換 因為在我的書裡面有提到 是 大概都會有相當的利率 基本上它的風險就很低 因為它的時間值要大衰減 可以根據這個時機 那當時間值像這個禮拜一大衰減 它總共時間值衰減了100多點 它只有500多點 衰減了100多點 對 那時候如果我們方向看不清楚的話 其實你可以去做兩邊 跨式的買賣 對 因為一天衰減100多點 再來連續的兩三天 不可能每天都是100多點 甚至三四十點四五十點 不可能 你可以看它有多少的天數 那它總共還有多少的時間價值 去做一個計算 因為在最後的幾天 它的流的時間價值一定會相當的高 對 所以我們會扣掉 那這時候你去做兩邊的買方 時間值不衰減 那任何的震盪都可以獲利 或是它的衰減很微小 我們可以用這樣比較基本的方式 那當然 可能 我這樣講也許比較有經驗 你選擇全交易經驗的投資朋友大概聽得懂 可能入門呢 聽不太懂 那個沒有關係 就是說我希望 入門就先嘗試 對 你先去嘗試 去仔細的去琢磨我的話 那如果說未來有 有在那個 線上互動的話 就是說 因為我會在線上跟一些投資朋友 去做一些活動 再提出來 或是說未來 我有一些辦一些面對面的一些講座 等等 因為很多投資朋友 或是讀者他們有希望說 可以去跟他們面對面 因為我想這樣會更清楚一點 是 你問題直接提出來 對對對 那如果未來有這個機會的話 我想說這樣可能就會更清楚 因為 因為有時候線上那個文字表達 對 還沒有辦法很精確 或是說 那有時候會比較慢 或是沒有辦法很精確的去表達 沒關係 可能如果希望這個王大哥 是用口述看到人來表達的話 是 就留在網路上這一篇 就想說下次上節目 當面回答 這樣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或是說 對 或是說如果 如果各位投資人有問題的話 對 就是說 你可以看這個線上的這樣 對 就直接提問嘛 然後有機會 我相信王大哥 有來上節目 對 或是未來 我是覺得說也可以 是不是我們建議就是說 建議那個 呃 這個 陳執英長 對 未來也許我們有增加一些會員的功能 就是說 他是一些比較特別的會員 他可以現場提問 因為可能有很多的這個 一些的 一些的 呃 譬如 是 是 有 沒有 那 呢 有 有 是 有 都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